好 我的今次主題是 知覺人的內心適切地回應他 這件事我發覺是人很難的 真的很難很難 尤其夫婦之間 很多時候我請太太說出她的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的丈夫是摸不到她想說什麼 不知道怎樣回應她的感覺 可能是教導 又可能轉一話題 又可能是給她意見 教她怎麼做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譬如有個人不開心 其實我們只是教她怎麼做 她未必會活個心平安 反而她覺得不開心 這次我們不只是說的 而是練習的 練習給大家去分辨人的意思 然後去回應 我可以說 我們不能一課就可以學完這件事 這件事是一生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聽漏很多東西 但是呢 開始 讓大家留意這件事 首先就是聆聽是很重要的 但是人很多時候沒有聆聽到的 很多時候都聽漏很多話的 就像雞同鴨說 那個雞 咄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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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聽過雞 你知道這種叫聲是什麼來的 試過在有養雞的地方就知道了 因為我從小喝過的雞 我知不知道嗎? 知道,那些在鄉村地方就知道了 都這樣叫,全都很驚訝報告給別人聽 或者發現已經生了養胳膘 他是就這樣焗焗...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那樣的壓抬 這個主題並非不是 一個講一樣 一個講到另一樣 有時候兩個人溝通 未必能夠接受他們用的禮物 我們一起讀《雅各書》一章的十九節 但你們各位要快一點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怒 即快點聽 留心聽 用心聽 聽是我們英文說的 Active Listening 什麼叫 Active Listening 即是主動 我用一個例子 什麼叫 Active Listening 譬如你很想學網球 或者你很想學煮東西 或者想學電腦什麼 有一個人教的時候 你就會很用心 你也會有很多問題在心裏 我已經做過了 不過我做不到 為什麼做不到呢 是怎樣解決呢 你就會很用心去學的 如果你有興趣 這個就叫 Active Listening 因為你主動想去學那樣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人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聽人說話 通常來說是沒有什麼興趣 因為人說他的困難 好像很煩 他開心又與我無關 他開心 我又怎會開心呢 但是我們如果有一個同理心 連率的心 我就說他開心 我也與他一起開心 Kat這麼開心去做這些傳夫 我又為他開心 由主祝福他 有些人有困難 我們又感受他的困難 即是他經歷的困難 都是很辛苦的 我們憐憫人就去連率他 當一個人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快快地聽 一聽到人有些不開心 我立即留意到他有些不開心 我如何去回應他呢 這就是我們成長的一步 很重要的是我們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不要這麼快地說太多 聽他多些 明白他在說什麼 然後慢慢地動怒 更加不要發怒 有時候人們說他的感受 聽的人沒有感受他的感受 只是教導、指責或者收錯了 有時候她說 我真的很不開心 譬如太太說 我現在很不開心 丈夫就說 你不用不開心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太太剛剛被人罵完 罵完 譬如上班很不開心 被人罵完 丈夫說 你不用不開心 我想問 大家想想 你被人罵完 有個人說 你不用不開心 會不會馬上就沒事呢 不會的 她根本聽不到 她聽不到這個人說他不開心 她不聽到這件事 她只聽到 你不開心 要快點解決 那你什麼解決呢 不要不開心 就能解決 這樣就覺得很簡單 但是那個女兒又覺得 你根本不知道我裡面發生什麼事 即是說 她說感受的時候 她只是教導 有時候指責 說了你 經常都是這樣 跟人們來往 當然是有問題 人際關係有問題 又容易受人傷害 她更加激氣了 我已經被人傷害了 接著我告訴丈夫 丈夫還要告訴我 是否更加傷心 好了 有時候收錯了 為什麼收錯了呢 就是拿錯用神 她想說她的不開心 她可能收到 喂 你當然有做錯了 即是 以為她做錯了 你有沒有做錯什麼 為什麼人家會罵你 你當然有些事情做錯 收錯 或者自然覺得 你做工眼睡 這個自然聽錯了 她說 我很不開心 你是不是做工眼睡 眼睡 被人罵 是沒有關係的 但可能她說了另一件事 沒有關係 是否你遲到 是完全沒有空間的 好了 譬如這樣 有個人說 那個男朋友或者丈夫 離開她 我很傷心 那個回應可能說 你不用傷心 這個人傷心的時候 你想像 你很緊張一件事 你很緊張那個男朋友 或者丈夫 她現在離開 或者你很喜歡那隻狗 有些人對狗沒有所謂 但是那個人習慣了狗 每天都有狗跟他在一起 那隻狗死了 另一個人說 你不用傷心 狗而已 買另一隻 她來說是很難收得下這個訊息 所以不用傷心 她不會變成不傷心 反而我們可以說 我知道你很傷心 我知道狗對你很重要 或者這個男朋友對你很重要 我們就說出她的心 這個就是聆聽 回應 她說什麼 我們回應什麼 就不是她說 我男朋友離開我 我找個男朋友給你 就不是回應她的感覺 她說你不用傷心 傷心是沒有用的 這是教導 我們要分清這幾個是什麼 你不用傷心是叫做什麼 這種說話叫做什麼 安慰 不是安慰 教導 就是 其實在教導中 再分開一種 是什麼 你不要傷心 你不用傷心 其實是什麼 是吩咐 叫她做什麼 你不要傷心 傷心沒有用是什麼 是教導 就是教導 教導你 傷心沒有用的 的確是傷心沒有用的 不過她真的傷心的時候 你告訴她 沒有用也沒有用的 她不會馬上康復 她是需要時間處理的 好了 另一句 其實你是生他沒有愛你 對不對 這個是屬於什麼 指責 亦都是猜測她 我們盡量摸清楚她 這句是什麼 你其實生他沒有愛你 我們猜測她 有一個做錯 然後就說 其實你是這樣 還用了一個其實 你有沒有試過有時候 人家猜你 那樣東西 以為你做錯 其實你沒有做錯的 有沒有試過 她還說你是其實什麼 其實她是猜出來的 所以我們猜人 真的是一件很不好的東西 我們怎麼猜到人 我曾經上過軟木課程 有一個我們的導師 他不是老師 他是導師中間的 他已經學過這個課程 他做導師 將來可以做老師 他有一次跟我說 聆聽 他說要留心聆聽 他用一個很簡單的情況跟我說 他說你在這個課程裡 你學到什麼 我告訴他 然後他說 如果我沒有問你 我會知道嗎 他不會知道 同樣 當我們沒有說出我們的內心 人家是不知道的 所以當我們要知道一個人的內心 我一定要聆聽他 知道他在發生什麼事 我才能夠回應到他 由他說的話 我才能夠聆聽 有時候他說完 我未必猜到他全部的意思 他會知道 傷心可以有很多種 譬如他的男朋友離開 很傷心 有幾種 我告訴大家 有些男朋友騙了他的錢 走出去 他就傷心沒有錢 真的有些是這樣 傷心又沒有男朋友 又沒有錢 傷心他不會回來 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情況 傷心被人笑 有些是這樣的傷心 也有的 是每一個人不同的 然後就 下面那個 我介紹一個男朋友給你 其實這個可以是很容易的 但是 這個反應好不好呢 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人家在傷心失去一個人 那你找一個人去補回去 就可以了嗎 不能夠補回去 譬如說 有一個人說 我兒子離世了 你能生一個 是不能夠補回去的 同樣 給他男朋友 也不能夠補回去 所以這個就是 人會聽流 我們要首先明白 人會聽流 我們會聽流 而別人聽流 我們也不要太生氣 我們可以引導他 因為是不容易學的 是真的不容易學的 首先我們要學會 六種基本的情緒 然後我們就去想一下 這個人可能有什麼情緒 我們一起讀一讀一下 開心 一起讀一下 開心 Glad 憂愁 憂慮 Sad 憤怒 Mad 懼怕 Afraid 羞愧 內疚 Ashamed Guilty 受傷害 Hurt 英文是很純的 Glad Sad Made Ashamed Hurt Guilty 很容易落 因為有很多個D 1、2、3、4、5 都有一個D 就是開心 然後憂愁 憂慮 低沉 憤怒 然後害怕 或者自己做錯事 覺得羞愧 或者內疚 修愧 修愧跟內疚不同 修愧 即是很醜 覺得自己不及人 說話說錯 不夠厲害 那些 覺得醜怪 被人笑 覺得醜怪 內疚是做錯事 只有內疚 但這些是放在一個內疚 譬如憂愁 內疚有很多 低沉 失望 絕望 放棄 心態想放棄 這些都是屬於內疚 憤怒也可以 譬如想殺人 去到 即是想殺人的程度 或者是激氣 在心裡很猛 都是屬於內疚 類別 我們知道這些類別之後 待會我們會有練習 分開練習的時候 你就會說 這個人會有什麼感覺 他有什麼情緒 我們會了解 了解的時候 我們便會回應 待會我們會講一下 怎樣回應 人對人說的話 以及他的問題 他個人的問題 是可以有不同的回應 第一種是沒有回應 這種是常有的 譬如說 我剛才被人解僱 那那個人 我又不可以介紹一份工作給你 我又不知道幫到你什麼 那你就不知道說什麼 那不如我們去喝茶吧 因為不知道說什麼 或者是沒有反應 坐在那裡 這個就是一個反應 第二是轉話題 就是去吃飯、去看電影 轉話題 或者說 你上次說的什麼 股票 完全轉了話題 完全轉了話題 指控他 對 當然是你做錯了 你做錯了 所以別人說你 你失敗了 有時候人們會說 不是我錯 很有趣的 他說 不關我的事 人家說 我都沒有說你 為什麼有些人會說 不關我的事 因為他經常被人說慣 所以當你說 哎呀我被人欺負 不是我欺負你的 我沒有欺負你的 我都沒有說你欺負我 不過內心覺得 你說你被人欺負 不知道是不是我欺負了你 我們就會解釋 那你就告訴他 其他人都有這個問題 譬如說 我有癌症 我都認識很多人有癌症 沒什麼差勁 但他還覺得 你當作一個個案 一個事件 那麼多人都有癌症 我有癌症 也沒有什麼大事 其他人也有這個問題 或者有時候說自己 他說你有癌症 我他有癌症 不說他 就不說我 我有癌症 很慘 你看我多慘 就不轉移去他自己本人 因為基本上 人是不喜歡 去關心人 回應人的情況 因為人 基本上 不是這麼有心 去關心人 即是覺得 你的問題 我又幫不了你 我又不知道做什麼好 又很煩 我覺得你的問題很煩 所以我也不知道 怎樣反應 所以人對於人的問題 未必會關心 但事實上 人是很痛苦的 人是裡面 當然有人痛苦程度不同 人總有一個時候痛苦 有些人 他經常有很多痛苦 都沒有人回應過他 所以他是 活在一個辛苦的狀態 我們能夠回應人 人是會覺得 這個人會聽到我說話 他會覺得很開心 另一種回應就是 教導他 就是說 你下次不要這樣 我叫了你 你千萬不要這樣 其實那個人 剛剛被人罵完 欺負完 我說了你 你跟別人交往 你不要說那麼多 你多說話 別人一定會罵你 這樣就教他 他更加懶惰了 第七 出於八卦問對方問題 我男朋友離開我 你男朋友認識了你多久 他追求你 他有沒有跟你上床 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是八卦的 純粹是八卦的 或者問沒有意義的問題 我男朋友離開我 那你有沒有想著 什麼時候找回男朋友 這個是 跟他來說 是沒有關聯的問題 還有 下面那裡 就是正確的回應 聆聽和了解他的情況 我們不了解 可以問他 問清楚他 發生什麼事 對你有什麼影響 我們可以聆聽的 然後感受和回應他的感受 他這樣的情況 他會有什麼感受 我怎樣回應他 這件事很多人沒有興趣做的 為什麼呢 他這麼煩 這麼多事情 我為什麼要感受他的感受 我又不是他被人欺負 我又不是被人欺負 我為什麼要感受他的感受 他覺得沒有什麼需要 但這個是耶穌很喜悅的 就是我們看到人的情況 我感受到他 他被人欺負 那麼我們可能 有些人說 我不會說什麼 那麼我們就說 我聽到他被人欺負 是不是 你覺得很傷心 你可以問他是不是 那麼他會自己說下去 這個就是那個connection 就是說他講一件事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很多時候人會拿錯用神的 他發生什麼事 他的感覺可能我們不肯定 我們就可以問他了 你覺得怎樣 你心情怎樣 就問他 然後問到他之後 就回應 可以首先了解 你是不是覺得很傷心 有時候我們都說 我想你現在也是很傷心的 有些人就說 我怎樣回應 我們就會說出接受 我知道你這樣的情況會很傷心 好像很無盼望 好像很難走出這個局 是很辛苦的 說出他的感受 有些人說 我說不出 這個要學習的 當他想像 好像他這樣的情況 他會發生了什麼事 會有什麼感受 我們就要學習去想像 也可以問他是不是 如果不肯定 可以問他是不是 就不要說 你肯定是生氣 你肯定是不開心 你肯定是受傷害 有時候 有些人未必一定會受傷害 有時候 譬如有人會傷害他 但他可以不受落 我們不要假設他一定會受傷害 好了 聆聽之後 如何適切地回應人呢 我們一起讀 《以弗所書》四章十五節 唯用愛心說成實話 就是有愛心而說真實的說話 愛心 愛心就是 什麼是令他舒服的 什麼是令他覺得被愛的 被看重 被關心 這就是愛心 愛心就是善待人 但說成實話 成實話 有時候沒有愛心 譬如說 你剪頭髮真是肉酸 今次我都沒見過你這麼肉酸 是很真實的 不過沒有什麼愛心 他可能也覺得 剪了頭髮也覺得剪得不好 我們 不知如何說好 第一 你不知如何說好 這件事剪頭髮就不一定要說 不過你喜歡說 你可以說 但是 你看到跟他熟悉的程度 可以問問題 其實關心是他的感受 你這次剪頭髮覺得怎樣 他覺得很肉酸 這個怎麼回應 這次可能那個師父也不太好 認同他 所以剪得不好 你都不開心 即是感受他的不開心 去接納他 不是一定要說 你下次不要找那個師父 這個就是教他 而是說 即是明白他的感受 回應他的感受 我知道 剪頭髮這樣 有時都會不開心 接受他 有些人就說 那我接受有什麼幫助 他的頭髮已經是這樣 我接受了是怎樣 問題就是 人覺得有人關心他 我用一個我個人的例子 我試過一次打完球 就抽筋 正在走路 我坐在路邊 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 不是現在近期 很久很久之前 就坐在那裡 那些人 每個人都走過 不是很多人 一兩個人 有時候 那些人走過就沒有人理會 但有個人走過 他說 你怎樣?你需要嗎?我幫你 雖然其實我不用他幫助 不過我覺得 他留意到我 關心我 我也覺得舒服 雖然他不是具體幫到我 什麼 但他會留意到 就令我覺得 有個人感受到 我知道 肯定有些事情 不舒服 他會這樣回應 這就是一種 對人的關心 那種感覺 是覺得好的 譬如很簡單 有時 幾個人聊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應該有 有一個人笑另一個人 譬如A笑B 笑他的什麼什麼 然後可能其他人又笑 但當我們想到 B 現在很慘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最好 其實當時 一群人都在笑他的時候 你和他 可以馬上 互惠他也可以 譬如說 我們也不要這樣笑別人 他覺得不舒服 這個就馬上保護他 也可以過後跟他說 有時候被人笑 真的不舒服 不開心 他知道 我們感受到他的不開心 這就是 認同的重要性 讓他知道 我知道你受的不開心 對你的影響 好 然後我們回答可以是 柔和 我們一起讀針言15章1節 回答柔和 使路消退 言語暴淚 觸動怒氣 然後針言25章15節 柔和的舌頭能截斷骨頭 軟工比較有效 就是說 我們回答柔和 使路消退 就是那個人明明是生氣的 但是我們柔和去回應他 那些怒氣會容易消退 而我們如果言語暴淚的時候 就會觸動人的怒氣 柔和的舌頭也能夠截斷骨頭 就是那個人很硬很硬的 但是柔和的說話 可以幫助他 就是好像乾硬的地方 可以拿走 譬如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想去傳呼聲 他很硬很硬 我們有時候可以說他這樣的說話 我知道有時候 你聽到基督徒跟你傳呼聲 你就會覺得 那些基督徒很煩 那他可能很驚訝 為什麼你會幫我那邊呢 我不是說他對 我只是說我知道你會覺得很煩 你覺得我們跟你傳呼聲是很煩 我知道這件事 我告訴他 他覺得你會明白我 這個有時候會扭轉局面 他可能會說 是的 有些基督徒令我很煩 他說一些很煩的事情 我們可以說 對不起 我也代替那些基督徒跟你說對不起 是真的不應該令你覺得煩的 這個也是我們感受他的感受 有時候可以扭轉情況 所以傳呼聲更有效的是什麼呢 是說出人的感受 譬如說 有個人有些煩惱 我們說出 我知道你現在面對著煩惱 他會有些不開心的事 影響著你 令到你覺得失望 他覺得我們接受他 他會更容易接受我們所說的話 如果我們對他有關心 然後我們先讀過經文 快快點聽 慢慢說 慢慢動怒 這裡就講出什麼方法 我們一起讀一讀 第一 留心別人說話的內容 身體語言和內心感受 內容就是他講些什麼 身體語言 他說的時候很激動 即是很煩 臉都紅了 或者臉都青白了 都是顯示他內心世界的 我們就留意他 講的時候那種身體的語言 他的眼神 他的身體的動作 和內心感受 他會有些什麼感受 去問一下自己 他在這個情況有什麼感受呢 第二 一起讀 不要假設我們知道 別人的心讀下去 不要判斷他所做的 可更深去了解他的感受和困難 回應他的感受困難和需要 不要太快教導 可以引導他去明白自己 第二就是 不要假設我們知道他的心 我們可以問他 這件事令你有什麼感覺 你的心情現在怎麼樣 或者是 這件事有沒有影響你睡覺 有沒有令到你 都沒有胃口 身體有沒有影響 這些都是 關心他這件事對他的影響 就不要判斷他所做 有些人說他明明是錯的 譬如他說我去做一些錯事 是一段傷害人的事 當他說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承認他做錯事呢 我們就不要說 你真的沒理由會這樣做的 你做這樣的事是不對的 他聽完之後 他會不想說下去 但是我們接受 他現在真的做錯事 我們可以說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呢 我又多謝你會放心 告訴我 我欣賞你這件事 當時有什麼發生 去了解 接受他 就不要這麼快批判他 比如說 一個簡單的例子 有一個人跟你說 我有同性戀的傾向 如果我們說 第一句 同性戀是落地獄的 他就沒有得下一個 我們可以了解 你怎麼發現自己有這個傾向 你什麼時候開始有 你為什麼會告訴我 是否有影響你 我們去詢問的時候 他會說出來 他說出來的時候 譬如說 我都想可以改過 那我們又可以問他 為什麼你會想改過 有什麼動力 你為什麼會想改過 這些就是了解他 詢問他 就不是判斷了他 你同性戀 你做過這些事 很大戰事 很大罪 的確是大的罪 不過 我們立刻判斷他 並沒有一個好的結果 第四 你可以更深了解他的感受和困難 第五 就是回應他的感受困難和需要 就是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有這個困難和什麼需要 就不要這麼快教 但可以引導他明白他自己 你這件事 是不是都… 我看到你都… 這麼不開心 你說的時候 也有影響你的情緒 就是留意 影響他有多少 這個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需要去操練的 好了 當我們幫助人的時候 就需要愛心和智慧 真的需要智慧 兩個經文 就… 上個我們再讀 回答 猶和使勞消退 那就是說 我們猶和的時候 可以令到他勞氣消退 我們一起讀一讀下面的字 對他有愛心和接立 幫他對自己有安全感和信任 不去控訴或惹怒他 引導他去知道有什麼問題 引導他看見解決問題的好處 引導他去思想如何解決問題 引導他有動力開始行動 這裡說出 我們幫助一個人的時候 有些什麼可以做的 第一 對他有愛心和接立 就是我們對他的愛心、關心和接立 接立他這個人 第二 幫助他對自己有安全感和信任 就是令到他覺得 有平安、舒服的感覺 對他自己有信任 不會很煩 譬如說有一個人 他很激動、很不開心、很煩惱 我們可以說 不要緊的 慢慢來 慢慢說 他說 我覺得自己很沒用 我們可以用一些說話 安慰他 我們很想幫你 耶穌也很想幫你 你是寶貴很重要的 有什麼事也好 多大的事也好 都有解決方法 可以用這些方法去幫助他 讓他有安全感和對我們有信任 那就不要去控訴和惹怒他 引導他知道有什麼問題 這就是開始輔導了 你覺得這件事為什麼會這麼影響你呢 你覺得這件事對你有什麼長遠的影響呢 就去問他 引導他看到解決問題的好處 你想不想能夠開心 你想能夠處理這些問題 你想不想能夠和人關係好一點 就問他想不想 他解決問題的好處 引導他思想要怎樣解決 那你有否想過怎樣解決 怎樣可以處理 然後引導他有動力開始改變 為什麼我們應該去處理 處理有什麼好處 你覺得你能不能做到 還有怎樣做呢 這也是一步步引導他 我們今天未必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只是讓你看到一個圖 大約我們是接納他 讓他覺得舒服和安全感 然後引導他 想到我需要處理 然後怎樣處理 然後怎樣的方法 彈出來 這裏我們有些例子 可能這次我們不講完 不過先講一個例子 對別人說的話的不同反應 譬如有一個人說 我有壓力 可能有人回應 我想問問大家 這些是什麼回應 你不需要壓力 沒有人給你壓力 這是什麼 幫不了他 對 我知道 但是這句話屬於什麼類別 我們要分開是什麼 否定 你不需要有壓力 OK 這個其中一部分是否定的 指導 指導 吩咐 你不需要有壓力 沒有人給你壓力 這個是屬於什麼 沒有人給你壓力 這個是一個教導 即是教一個道理給他聽 這是真的 譬如當時真的沒有人給他壓力 是告訴他一個事實 是教導他 不過在這個時候 他未必覺得需要 即是上面 你不需要壓力 就是一個指導 你不需要壓力 沒有人現在給你壓力 這個就是一個事情 講一個教導給他聽 我沒有給你壓力 這個是屬於什麼 根據控訴不關我的事 其實是自我辯護 不是我給你壓力 我沒有逼你 是自己辯護 人人都有壓力 你有壓力 並不奇怪 這是什麼呢 很平常 很平常 屬於什麼 用什麼字眼 我想大家給他一個字眼 普及性 沒錯 英文是generalize 即你有問題 很多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 有什麼問題 被人罵不奇怪 每個人都被罵 普遍法 每個人都是這樣 然後呢 壓力會傷害你 這是什麼 教導 教導 非常好 你現在開始分辨到了 感謝主 即是教導他 你壓力會傷害你自己 你不要有壓力 這個 我不是說這些句子不能用 不過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第一步不是做這件事 譬如那個人說出我很多壓力 我們第一句就說 壓力會傷害你的 他即是說 我現在正在受傷害 反而我們要了解 你有什麼壓力 你覺得怎麼樣 心情覺得怎麼樣 有什麼發生 先去了解他 你去逛街 就會減壓 這是什麼 分散注意力 分散注意力 也是分散注意力 這是一個提議 亦都是屬於一個什麼 指示 指示你去做一件事 你做一件事就會解決 這樣 因為你太體重自己 所以有壓力 這個是屬於什麼 指控 是的 這個指控 批評 即是說你的問題在哪裡 即是說我現在做醫生 我現在分辨 你太體重自己 所以你會有壓力 就是跟他做醫生 我現在斷證 你的正就是你體重自己 所以你有壓力 你要儘快處理壓力 這是什麼 order 吹速 吩咐 告訴他做什麼 我們知道原來 當我們一個人一說一件事 可以有很多的反應 我們今次 我們講到這裡 一會兒我們就做exercise 我給大家一個exercise 大家看看 然後我們下次再說 因為時間不容許這麼多 對不起 OK 這個就是一間分組 分組做什麼呢 當有些人說這些話的時候 他有什麼感受 即是你可以說出他有什麼感受 他的人會有什麼表現 他會有什麼感受 我們說出什麼感受 然後我們怎樣回應他 在分組的時候 大家去試一下 我就把這個打出來 即是說不同的人會有這個情況 亦都可以有一個真實的情況 就是有一個人說 我現在有些感覺 我很想說出來 於是那些人就回應他 亦都在這個時候 帶領組長可以第一 大家回應 然後大家都可以說一下 他這個時候 他有什麼感受 或者觀察到一些東西 首先是個型回應他 然後再說一下 我觀察到一些什麼 我覺得他裡面有什麼影響 他有什麼感受 可以這樣 OK 有沒有問題 OK 我們一起祈禱 一起起身祈禱 親愛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神,你做人是有感情的 但在這個罪惡的世界 很多時候我們會受傷害 很多時候很多不開心 人亦都很多時候 不能夠體諒我們 不能夠明白我們的感受 令到我們覺得難受 求主耶穌親自感動我們 有憐憫的心 因為很多人都是一種困難 痛苦 不開心的狀況生活 很多人都是會有受傷害 在他裡面不能夠化解 他的困難或者痛苦或者憂傷 求主幫我們看出他們 正如我們會知道我們內心的感受 求你幫我們去思考別人有什麼感受 去回應他的感受 多謝天父你關心我們 多謝天父愛我們 求主在這一陣子 都安慰我們的心 讓我們知道神很想安慰我們 很想醫治我們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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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